高剑离是哪个朝代的? 高剑离战国末期燕国人擅长基柱,与荆轲关系很好, 他们常常在燕国的闹市之中喝酒唱歌, 而高剑离就基柱活跃气氛。 后来,荆轲刺杀秦王,失败被杀,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,下令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。 高剑离也隐姓埋名,在宋子当酒保, 因一次基柱寄星四座,被秦王邀请到王宫为其基柱。 刚到王宫就被认出是荆轲的好友。 秦始皇下令将高剑离眼睛弄瞎,让他继续基柱。 看着时机逐渐成熟,高剑离就往柱里贯迁。 有一天,高剑离进宫基柱,一到大殿就举住扔向秦王,没有击中。 嬴政怒不可涉,杀死了高剑离, 终身不再接近从前东方六国的人了。